据说如果往转动的电风扇里扔爸爸 就会出现使花四剑的效果 并让周围的人与路均沾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留言组决定这次豁出去了 首先他们向评论区的粉丝们收集了一桶热箱 但由于没人愿意被喷一脸的爸爸 他们不得不使用仿制爸爸进行实验 亚当小心地盛上一碗热箱 经过仔细研究 两人分别测试出爸爸的密度 压缩性和粘性 在得到这些数据后 吉米开始制作仿真变变 他将淀粉和玉米粉混合加水搅拌 然后加上菜籽油 为了使手感更加真实 吉米对爸爸不断进行揉捏 就这样 除了气味上有些许差别外 基本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而在量产的时候 他们加上了食用色素 以方便实验的观察 通过管子挤出来后 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蓝翔就出炉了 接下来他们搭建了一个白色环形围墙 而中间放有一台风扇 实验时他们将对着风扇投掷爸爸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白色围墙都会建满蓝色的爸爸 随着倒计时的进行 亚当抓起一坨爸爸就扔了过去 然而由于保护罩的作用 只有很少量的爸爸被扇叶机打甩了出去 也没有达到屎花飞溅的效果 于是他们拆掉了风扇的保护罩 这次又能否看到漫天飞舞的壮观景象呢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爸爸直接粘在了扇叶上 显然这种小型风扇是不能达到目的 所以亚当换来了全金属的大风扇 这次的效果又会如何呢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场面明显比之前壮观了不少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两人决定改变实验方案 如果用更稀的爸爸 是否就能达到屎花飞溅的效果呢 下面亚当用弹弓打造一个了爸爸发射器 并改进配方生产出更稀的仿真爸爸 这样挤出来简直和冰激凌一模一样 将风扇周围的白墙分为四个不同区域后 亚当开始向风扇投掷爸爸 很明显这次的效果比之前好很多 至少每个区域都不同程度遭到了波及 由此说明 朝着风扇扔爸爸 确实能让周围人雨露均沾 为了让场面更加壮观 接下来他们来到海军基地的飞机库 决定用更强劲的工业风扇大干一场 同时在风扇的四周摆放了八个粉丝模型 然后几米化身铲屎官 抄起一铲子爸爸就对着风扇拍过去 在200瓦风扇的加持下 爸爸被甩得四处飞溅 无论是粉丝还是摄影师 全都无疑幸免 真正做到了雨露均沾 甚至最远的被飞到了40英尺外 很难相信如果是真的爸爸 场面会有多失控 然而实验还剩下两桶爸爸 于是亚当再次找来更大的工业排气扇 并决定从正面和上面双管齐下同时发射 这次亚当幸运地尝到了爸爸的味道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不要在家尝试 大家想看什么奇葩实验 请在评论区打出来 我干了 你随意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期见 据说当乒乓球被加速到超音速时 就能对人体造成致命伤害 难道小小的乒乓球真有这么大威力吗 为此留言组决定将乒乓球加速到超音速 看他对人体究竟能有多大伤害 亚当和吉米首先用球拍进行了测试 正常人能将乒乓球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 而咱们中国运动员扣纱时能达到180公里 但距离音速还相差甚远 为此亚当用真空泵和塑料管打到了一个空气泡 并用胶带将两端密封 然后抽空里面的空气 实验时只要戳破后面的胶带 空气就会迅速涌入管内 只要后方的气压大于前方 乒乓球就会持续加速 这时亚当戳破了后方的胶带 乒乓球在强大的气压下飞速射出 之后他们对空气泡进行了改定 并将泡管增加到之前的两倍 经过测试 这次乒乓球的时速达到了600公里 尽管速度已经非常惊人 但还远没有达到实验的要求 那如果将泡管增加到24米 是否就能达到超音速呢 然而当亚当戳破胶带后 乒乓球竟然在出口处停了下来 因为泡管太长 导致空气渗透到了乒乓球的前面 从而平衡了压力差 但他们通过高速相机发现 乒乓球在9米处的速度是最快的 于是亚当锯掉了多余的泡管 并且在后方增加了一个高压仓 他们为泡管提供50万帕的压力 从而使乒乓球的速度变得更快 这次乒乓球的时速达到了恐怖的1246公里 下面他们来到试验场决定扩大实验规模 看用46米的泡管发射乒乓球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为此亚当搭建了一个46米长的发射管 并且将后端的高压仓气压增加到345万帕 用胶带把泡管两端密封之后 他们抽掉了管子里的空气 一切准备就绪 机里撬开了高压仓的阀门 就在一瞬间的功夫 乒乓球从46米外的出口飞速射出 虽然时速达到了1.4倍音速 但高速相机却显示 乒乓球在出口之前就已经破碎了 为了保证射出的球完好无损 亚当将泡管的长度缩短至6米 并把气压降低到207万帕 再次进行实验 令人惊奇的是 这次乒乓球不仅没有破碎 而且速度比之前还要快 基本上达到了子弹出塘的速度 那么在这种高速下 乒乓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呢 这时亚当将一个乒乓球拍固定在泡管前 然后再次打开阀门 巨大的压力将乒乓球以超音速射出 瞬间就将球拍击穿一个洞 为了测试乒乓球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 亚当捡来一个不要钱的猪屁股 看乒乓球能否将其击穿 随着乒乓球的发射 猪屁股直接被击倒在了地上 并且造成了一个3.8厘米深的伤口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强大的冲击力使皮肉产生了分离 虽然没有子弹致命的威力 但如果击中人体的话 估计会有点疼 所以没事千万不要在家尝试 据说有人为了偷渡制造了一个超级弹弓 将人成功抛射到了180米的国外 并且还精准地落在了垫子上 探词荒谬的刘烟难道真的不可能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组决定打造一个超级弹弓 而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首先需要进行小型测试 以此来确定所需的材料和尺寸 为了找出弹力最大的材料 吉利找来几种比较常见的弹力手 并用可升降的工作台作为指甲 因为它夸张的重量能让实验结果更加稳定 而亚当则用千球制作了标准重量的投制物 然后偷偷用吉利的手套做成了弹射袋 接下来他们来到室外 将弹射角度调整为45度 并标记好释放点 通过对不同材料的测试 他们得到手术引流管发射千球的距离最远 但后拉的距离也是最长的 为了克服这个缺点 他们决定增加引流管的数量 这样就能以较小的后拉距离达到相同的弹力 而经过测试 当引流管拉长超过原来的5倍时 就会发生断裂 并且产生的拉力达到了150磅 下面他们利用球门制作了一个弹弓 并且两侧都既有两根3米长的引流管 而为了确保引流管不会断裂而伤害到人 他们给弹弓安装了自动释放装置 然后将一颗8公斤的千球固定在弹射袋上 可在发射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由于千球被弹射袋缠住 导致这次发射差点牺牲了一位摄影师 为了将千球顺利发射出去 他们换成了摄影机带 这次成功将千球发射到了23米外 但千球的重量只有人体的十分之一 想要将人发射到180米距离 至少需要12000磅的拉力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世界上用人肉炮弹发射的世界纪录为60米 换算下来只需要40根3米长引流管的拉力 那他们又能否做出这么大的超级弹弓呢 为此留言组决定将通信铁塔制作成V字形 并用一排绳索固定支架 紧密把回收的帆布和钢管用绳子缝合起来做成弹射袋 在吊车的帮助下 两人将支架安装好 但交叉的绳索高度达到了7米 所以在实验时他们必须调整好角度 以避免撞上绳索 最后他们将引流管固定在支架上 史上最大的弹弓就完成了 可关键时候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紧密只能礼貌地请出一个25公斤假人小孩 并决定先拿这个小孩练练手 而为了实验的安全 他们将假人固定不动 以吊车绕过弹弓往后拉绳子的方式进行发射 虽然假人被发射了40米远 但由于被弹射带卡住 导致假人没能及时飞出 从而提前滚落下来 于是他们重新改进了实验方案 并且换成75公斤的假人 他们将假人以最舒服的姿势固定成球形 这样就不会出现被卡住的情况 那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然而这次假人提前滑出了弹弓 最后落在了距离64米的位置 虽然打破了人肉炮弹60米的世界纪录 但根本无法精准落在垫子上 所以 想靠弹弓偷渡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把手伸进融化的铅水中 不会被烫伤 并且有位战斗民族小哥 还表演过徒手劈铁水 难道上千度的融化金属 就只烫嘴而不会烫手吗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亚当和吉里决定 将自己的手伸进融化的铅水中 但在让自己变成烤猪蹄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一个小型测试 看这一现象到底是什么原理 亚当利用喷枪将一颗钢球烧火 然后迅速放进装有冷水的鱼缸中 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当钢球接触水的那一刻 表面就被一层气泡包裹住 使钢球与水不会直接接触 这就是来顿弗罗斯特效应 当高温物体接触水时 就会产生蒸汽并包裹住表面 由于气体导热速度比水慢 所以就形成隔热保护层 那么是否只要将手打湿 就不会被烫伤了 接下来他们将千块放进熔炉中 并加热至熔融状态 经过测试温度已经达到了725度 但两人担心自己的手指会变成烤猪笛 于是吉米掏出一根18厘米的香肠 如果从铅水中拿出来出现了变色 则表示手指会被烫伤 吉米将香肠沾水后 放进了铅水中又迅速抽出 虽然只有一瞬间的功夫 但香肠还是发生了轻微变色 并且上面还沾满了铅水 而重复测试的结果依然相同 吉米猜测可能是铅水的温度不够高 于是他们继续将铅水加热到850度 随后亚当再次将香肠插了进去 而这次的香肠不但没有任何变化 甚至摸起来还是冷的 这让两人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 为了验证铅水是否真的不会烫伤手 吉米将自己的指甲修剪干净 以免粘连铅水而被烫伤 为了安全起见 他首先尝试用没用的小拇指进行测试 而让人惊讶的是 他的手指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烫伤 反而还感觉挺舒服 紧接着他用自己的食指 再次进行了实验并插的更深 可结果依然相同 有了吉米在前面充当小白 亚当便决定玩票大的 他放心地将整个手伸了进去 然而让大家失望了 虽然感觉到水在周围沸腾 不过他并没有被烫伤 这就是来顿弗罗斯特效应发挥的作用 可即便如此 这种行为依然非常危险 大家也一定不要尝试 我是探索哥 想看什么奇葩实验在评论区告诉我 咱们下期见